面對台灣為成年學生 展開一波又一波 如火如荼的反克綱行動 學生到底在反些什麼呢 為什麼會造成學生林冠華自殺 以及教育部長被迫 被強烈的抨擊呢 而國民黨為什麼又由黨員放縱化 要在野黨不要躲在背後 施展政治黑手呢 東新門的新聞廣角鏡單元 本週特別製作了 反克綱面面觀特輯 要帶著觀眾朋友一次看懂 反克讓學生決定堅守教育部持續抗爭 可能就有人會問 克綱微調到底在炒些什麼呢 如何簡單了解克綱的爭議呢 現在網路上面出現不少的懶人包 不過大多都寫得密密麻麻 很難一目了然 東新新聞的粉絲團 今天製作簡單易懂的懶人包 讓你三分鐘就能夠看得懂 克綱微調爭議到底在炒什麼 學生畏畏為什麼要衝教育部呢 想要簡單了解克綱微調爭議 現代人沒時間最愛貴球懶人包 日本當初統治台灣 有簽約的耶 為什麼說人家是佔據呢 只能說是統治也就是日治嘛 不然呢牧村拖災AKP48 可能會哭哭喔 就是要讓看的人不哭哭 簡單看懂微調課高升級版的懶人包 預備條件衣就是把偶像明星也拉拉拉拉拉進來 不是小意思跟蔡康永啦 是真正的康熙帝 但是我跟你講啦 我們跟你沒有很熟啦 為什麼 學生說清代又不是清廷 因為滿清啊不是漢人 所以啊不算是中國的朝廷 要用清代啊 自然認識微調課剛話說從頭 欸 哪有那麼多時間啊 不過這樣夠清楚了吧 民國88年改 95年再改 98年三改 101年連環改 104年貓起來改 台灣學生好苦年啊 到底課剛微調犯了什麼滔天大罪 要像孫悟空一樣被壓在五指山下不得超生呢 連孫悟空都被搬了出來 夠好記了吧 跟其他懶人包比起來 密密麻麻文字寫一堆 不然就是有表格 但也不夠簡單明了 不如點到重點 不用花你三分鐘就能搞懂微調課剛 東新聞生活中心在台北的採訪報導 而反課剛的同學呢 激烈衝撞教育部長吳思華的坐車 要吳思華出來面對 因為呢他們反課剛的戰友林冠華 在20歲生日當天選擇在家親生了 林冠華呢積極的參與反課剛 也在24號闖入教育部被拘留交保 他疑似承受相當大的壓力 才會發生這起憾事 身形犯在裡面 身形犯在裡面 為什麼警察不抓他 為什麼身形犯在裡面 反課剛同學情緒激動 衝撞教育部長吳思華的坐車 要吳思華出來面對 同學會這麼激動 就是因為他們的反課剛 佔有林冠華選擇在20號生日當天 在家親生 不少人為了阻擋吳思華的坐車 整個人趴了上去 還被警方拉開場面火爆 其實不只學生 使者林冠華積極參與反課剛活動 也在24號闖進教育部抗議 交保之後承受壓力 但媽媽錄音表示 教育部沒有施壓 你媽媽難過不捨也呼籲 反課剛同學要正當表達 不要再發生這樣的事 意外事件的發生 其實心中充滿了愧疚 那我們比較知道的是說 事實上他有長期的一些 青少年的情緒障礙的問題 那也長期的接受這個諮商 然後也經過治療 對於參與反課剛的林冠華 在生日當天選擇離開 吳思華出面表示愧疚 無論將來課剛為條有何改變 一條年輕生命已經不在 東新聞 許家康 黃一鳴 在新北市報導 教育部在高雄 依然還有桃園再度舉辦的 課剛座談 不過現場都出現了衝突的畫面 首先來看到就是桃園的武林高中 有民眾上台談論到 林冠華親身 結果就被學生給轟下台了 而在宜蘭部分 有學生不滿教育部 堅持不撤回課剛 面對官員還撒明紙 另外在高雄 有學生在座談會結束之後 擋住了出入口 不讓官員離開 各位同學 這事情很簡單 今天來到現場 就只要問一句話 教育部要把車友熱騰 就是這樣而已 今天出版本一邊 就知道我們其他學會的答案 就對了 直接對著教育部官員嗆瞎 反課剛學生在座談會上 要教育部給答案 30號晚間 教育部再辦四場客綱座談會 南部選在高雄十大副州 不滿官員的回應 反課剛的學生組成人牆 不讓副署長離開 衝突場面不只在高雄上演 我撒明紙是為了我們教育哀悼 為那一位為教育所訓到林同學哀悼 一大包的名紙對著官員撒 在宜蘭高中的課綱講座 前來聆聽的學生 能不妨做出這動作 台上的官員表情好凝重 你們要我們這些家長 來告訴這些孩子 教育部教的就是對的嗎 在桃園武林高中 則是有民眾到場 發表對林冠華親身的看法 引發學生反彈 林冠華就是因為這個案子 不是不是 你不要給我彈他 既然你叫我不要彈他 你就彈課剛維座的事情 跟這沒有關係 你不要把他做牽扯 學生情緒一度失控 場面火爆 每場課章座談幾乎不歡而散 教育部和學生間意見依舊分析 各唱各的調 端新聞代志堅 黃啟棟董議寫綜合報導 而反課章的學生 持續在教育部前抗爭 現場還發起了一人一束白玫瑰 來悼念林冠華的活動 而林冠華的母親在臉書上面 一連PO出好幾篇的文章 表達對於兒子的思念 他說有病的是這個社會 還要被洗腦力挺兒子的理念 另外一個大家關注的焦點就是 周天官也接受了東森新聞的電訪 為自己不當行為向父母來道歉 這是上個月30號 周天官跟爸爸周敬華 在教育部前發生了激烈衝突 這一幕被媒體全程拍下 也讓他飽受壓力 經過兩天的沉澱 周天官有話要說 當然我的行為有很多不當的地方 這點我已經跟我父母道歉 因為不管怎樣 不管立場是如何 他畢竟是我爸 他把我養大 是我自己沒有控制自己的情緒 坦言自己情緒失控 周天官跟父母道歉 但心裡更介意的 其實是外界老是用周大官的弟弟 來稱呼他 臉書PO文說過去17年 他沒得選擇 現在要奪回自己的身份 還強調自己是周天官 不是周大官 是獨立的個體 不想活在大哥的陰影下 只要有一口氣 就要對得起自己 其實一直以來都是社會大眾 附加給我一些期待就是 你要跟大官一樣 你要比大官更好 我不認為這是對的 我是他的弟弟沒有錯 可是我也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我有自己的想法 我很多自己的理想 反課綱活動 引發家庭關係緊繃 周家還在努力修補 另一頭抗議學生 持續在教育部前集結 一人一束白玫瑰 為的是悼念過世的林冠華 林冠華的母親 則是在臉書一連PO出好幾篇文章 表達對他的思念 他說現在我才知道 兒子對理念的堅持和行動力 有病的是這個社會就讓輿論去沸騰 讓我們這些被洗腦過的成人 重新思考 還替林冠華澄清 說他從來沒有被政黨操作 還把林用錢拿去影印反課綱的文書 經常一天只吃一餐 甚至他還PO出這一段 兒子當時在教育部被上套的畫面 說穿著白色上衣的就是林冠華 字字句句全是母親對兒子的思念 一場反克綱行動 也讓許多家長跟著一起反思 東三新聞 佐金國李佩蓮在台北報導 目前反克綱的抗爭是持續的進行 目前雖然沒有進一步的行動 不過呢 依舊堅持要暫緩克綱訴求 就算面對強台來襲也是不對場的 另外呢 白狼莊安樂呢 也加入了反克綱爭議 率領了中華統一促進黨員 打扮成中國軍人 日本軍人 到民進黨中央黨部上演了行動局 中華統一促進黨員身穿軍服 拿著逼針刀槍 打扮成日本軍人走上街頭 諷刺華民化克剛復活 舉紅旗騎步走還在現場打唱軍歌 中華統一促進黨總裁 竹聯邦前大佬白狼張安樂 加入反克綱爭議 聲稱要抗議荼毒學生的正直黑手 這年輕人現在想法叫 不能怪這年輕人 我也年輕過 我也他們講 我也他們這年紀的時候 我也反抗過 上午白狼帥50多名成員 到民進黨中央黨部 演出行動劇抗議 爆發推起衝突 另一頭持續守在教育部的 抗議學生們 召開記者會 其實有很多的家長 是希望我們可以退的 但大部分 但我們同學都堅持 一定要等到我們訴求達成 才能退場 風雨無阻的靜坐在廣場 直到教育部願意傾聽我們的訴求 對於強烈颱風即將來襲 凡克剛學生仍要堅守教育部 除非暫緩克剛才會退場 至於面對白狼晚上要來 學生們認為 在不對現場秩序迫害之下 歡迎理性對談 警方也承諾會加強保護 反克剛學生的安全 東三新聞 SNG小組聯達發料警 在台北報導 好 再來看到就是 反克剛學生經過和部長 無私化談判破裂之後 還有其他外界的批評 決策小組成員 包括了朱鎮 王品珍 還有梁彥柔三個人 決定要退出決策核心 他們發表聲明表示 身心都累了 決定要退出 我們從剛開始到現在 我們已經被負責太多東西了 我們所有人身上 背著一條人命 反克剛決策小組成員朱鎮 跟教育部長無私化 面對面會談 得不到正面回應 激動痛哭 在駐守教育部 一百多個小時之後 朱鎮決定退出 反克剛活動決策 我必須說 不單單只是他們累 我也累了 其他人也累了 反克剛微調 僵局難解 朱鎮 王品珍 梁彥柔等三人 在臉書上發表 聯合退決策聲明 說曾給教育部一個底線 讓他們知道學生的堅持 不可能忘記 0722包圍教育部 0723佔領部長勢 永生難忘的是0730 那用生命留下信念的他 革命後留下的一切傷痛 我們求過怒過哭過喊過 冷清的你們卻不願也不曾駐足傾聽 我們心累了 身體累了 對教育對政府累了 肩膀上壓的不是原本的信念而已 是眾人的期盼與嘲諷 是官員的肯定與冷落 是一個一個堅定的面孔 我們決心離開成為一個聲援者 文莫被駐 退出後依舊以一般學生支持 那些退出的人 他們已經做了夠多了 他們已經達成了 正常人根本就沒有辦法達成的成就 核心幹部離開 牆台接著來襲 是否要佔離躲風雨 離開後又是不是回得來 反課綱學生們正在思考 何時才是最適合的退場時機 東森新聞SNG小組 聯達發料鏡在台北報導 深入說明以及分析 台灣反課綱的來龍區貌之外 美國觀眾如果想要 隨時隨地滑手機 收看新聞廣角鏡的單元 只要手機下載 東森新聞美洲APP 就能夠盡情的觀賞